这颗长叶子球篮叫Shaperdi 中文叫它舍菲尔德 这一颗球篮养了快三年了吧 是我刚开始收集球篮的时候买的 买的时候应该也是刚扦插的小苗 大概有几片叶子 现在已经照样了 今天来说它是因为它开花了 这小花 这是小花瓣刚刚打开 实际上已经打开完全展开的样子 它不会再开的更大了 或者说花瓣的形状 你看往里凹它不会展平了 看它开花和常见的Carnosa绿叶球篮很像吧 香味也类似稍稍有一点点不同 看看比较一下 这就是Carnosa 近距离比较一下 好像Carnosa的花稍大一些 因为养了三年了才开花 所以有点激动 虽然养球篮不是图看花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因为砍花挺难的 最开始养的时候觉得挺难的 就说咱们还是赏叶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开花 但是并不代表它是第一次开花 突然发现这个 这个玩意儿叫Pendonco 或者叫Pendonco 你看 这是已经开过花的花絮梗 这个花絮梗一定要留着 它还会继续开花 源源不断 这一棵开始的时候一直在小温室里 我有一个小温室 你看看 这个小温室里生长的速度极快 后来长大以后就没办法了 温室太小 容不下 只有挂在窗户前头 让它生长 条件就没那么理想了 仔细看 它有很多的花苞 真是不知不觉 什么时候长出来都不知道 很有可能就是夏天 我把它挂到院子里 树荫下有散光的地方长的 夏天天气热的时候 这个盆土可能一两天就干了 但是我没有及时浇水 为什么呢 为了醋花在浇水之间 像 我给先生说明一下 像长到这么大的情况下 需要醋花 醋花的办法就是在浇水之间 让它盆土干透 甚至干透几天 再提醒一下 这是长的大了以后才能这样做 如果刚扦插的小温室里 让它干透它就完了 这再也回不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给它加过一次 在春天的时候搬到院子里的时候 给它加过一次缓饰肥 就是均衡的缓饰肥就可以了 没有用水溶肥 其实水溶肥也可以 但是懒嘛 每次你浇水溶肥 你还得配 还得兑 很多植物开花 对肥的要求并不高 另外一个呢 它生长速度比较快 别看又厚又长的叶子 长起来蹭蹭的 你看现在支支压压 还在长 放在窗户上 放在窗前 湿度不是很高 温度也不高 光线也不强的情况下 它都会长 所以说这是一个适合初学者 或者是刚刚掉进坑里 为什么老说坑呢 刚刚入门的人非常合适 我喜欢它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叶子总是下垂 因为它的叶子梗是非常柔软的 根据地吸引力 它的叶子 你不管把它枝条往哪个方向延展 它的叶子都是下垂的 当然有翘起来的 因为这个叶子还没长熟 长熟了以后自然就下垂了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属于比较小巧的球篮 你看这么一点点小 这么小一个小盆子 就能开很多花 只要能开花 你就可以开始控制它的尺寸 我看有些人 他就把尺寸控制得很小 结果不开花 像这么大 正好可以不用再大了 这个品种的球篮 并不罕见 在花店里 多伦多附近的花店里 见到过几次 而且从价格上看 它也应该是入门级的 价格并不高 而且希望在我的鼓吹之下 它能够很快流行起来 真好 好啦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石真家球篮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